北衣女纏書橘色惡魔 落後一大劫 北衣女那時還沒走出黨國遺毒吧 嗯 Shirley Pong不稱職YouTuber 哈囉我是不稱職的Shirley Pong 國慶北衣整個被跟橘高校比較說 我們北衣太傳統 這正是為一個北衣稱朋友型YouTuber 我鐵定是要來好好的 嚴正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但因為我不是儀隊的 所以我請來雅婷 嗨大家好我是雅婷 妳自己在我找妳之前 妳自己就有follow到這件事情 有有有 那新聞報超大的 我也是說說 欸今天是發生什麼事情 每天都在火 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北衣的樂儀期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妳是儀隊嗎 對我是儀隊 樂隊就是真的是吹奏樂 其實跟橘高校的這個吹奏部比較像 這三個隊伍其實連英文名字就不一樣 樂隊的英文名字叫馬群貝 儀隊叫奧勒嘎 棋隊叫卡勒嘎 我覺得大家比較像是只知道儀隊 不然就是只知道樂隊 但是我們其實是三個都同時有出表演 是叫北衣樂儀棋隊 對 其實我在加入舞社之前 真的是超想進儀隊的 那時候想 我一定要去甩那個槍 我好想要甩那個槍 那時候不是在選色團 我一進去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儀隊 就站在大太陽超長 然後在那邊站著 就站著喔 我想說我不行 我不行 站是最一開始的 我們一開始進去的都不會拿槍 就是練習基本的出腳 然後勢不立定 出腳 就是那個把腳踢出去 就是它一般的黑槍是45度 隊長跟奇觀是就是要平 一百 三十多少九十 九十 一百八十什麼這樣 九十九十 然後要壓腳板 他們都會罵說不可以甩腳 就你不可以怎樣甩會被罵 而且我記得你們還會練貼背嗎 他們就會就這樣子 靠在那個牆壁這樣 然後就都不會動 然後就這樣站 一整個午休 標準動作其實是 你要夾小腿 腳不能有縫縫 對 那個其實就是原本有點 有點O型腿會痛苦 對啊 我自己原本是有點O型腿 所以真的會站到變沒有嗎 會 我剛進一隊的時候 就是我朋友們大家都夾到 但是因為我原本有點O型腿 我就很難過 因為我怎麼夾都夾不到 我那時候每天晚上都綁小腿睡覺 蛤 他真的 還看著害怕背影 對 我就 欸這樣會不會就沒有學妹要加一隊 學妹加一隊喔 像有時候大隊練習的時候 可能站一站然後累了 就是小腿會鬆開 隊長就會從你後面這樣 他就會刷你的小腿 然後就罵你說 手腳緊 等等 他會穿過你的腳 這樣刷 小腿中間就是如果有縫 像刷卡一樣 對 他就會這樣手刷下去 好可怕 所以貼壁的表演都是其實是 加小腿 挺胸 收腰 那練槍 練槍是怎麼開始練習 就是你從你不會拿槍的階段 要晉級到拿小木槍的階段 中間就會有一個很病態的 也不是這樣 講出來了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個儀式 就是你哪一天打著練習 你要收腰 加消退 站在原地什麼都不做兩個小時 然後每年都會有人混到 對 我知道 其實站到最後你整個腳是沒有感覺 接下來開始開始練木槍 木槍是就要開始甩了嗎 我們第一個槍法叫 跟高炮 但它其實槍不會轉起來 它都會佔你身體的平面 就是這樣子 高炮也沒有要丟起來 高炮聽起來很像是丟起來 聽起來對不對沒有 高炮是因為它第一動是這樣 我真的是太可惜沒有辦法請雅婷帶著她的槍來 我今天才知道原來他們的槍是就是 每個人是可以帶走的 那我們今天只有 雨傘 我們今天沒有 沒有 我們今天 你拿閃 你剛剛講的那個都會有辦法 高炮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下來就這樣 然後這樣 就是它這個想法就也不會離開你的身體 接下來就會開始慢慢的然後轉 應該能試一次嗎 因為其實 它的槍是有特定的重量的 我們這個其實沒有辦法讓它好好的 就是為難來賓 我來來我 這樣有辦法嗎 長度也比較夠 好酷喔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一隊隊長是很兇的 這算不成文規定 應該算 不是成文的規定 喔是成文不確定 不知道成不成文 是個規定 但是一隊從就是高一到高二之間 他們會選隊長 他們除了一定要剪短髮之外 他們還會變得很兇 然後他們走路會變得很快 你不能跟他講話 你不能跟他打招呼 也會失去一個朋友 對 這我好朋友 然後他就是我們隊長 後來被選的隊長 他被選的隊長 那一天我哭在整個心 他們的LINE就要閃掉 然後他接下來會有一個新的帳號 但是那個帳號不會加他同班同學以外的人 也就是說我跟他不同吧 所以我們就 就沒有聯絡了 一直到他們解禁為止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這個規定啊 就可能是老人家的規定 大家現在已經覺得滿頭文好 然後大家又要批評 北一你們這些軍國 大家會覺得那麼兇 那這樣子是不是會大家會怎樣 沒有大家都很愛他們愛的要死 不是那種愛情上的戲 就是Fantasy的那種 就他們都在發光 就像武色我們也會覺得 學姊好帥 我那時候操控一個隊長的學姊 那個學姊每次兇的時候 我都覺得好帥 就像他罵我我也覺得好帥 我們就是一堆M 我現在學姊會看這部影片 那你們自己對於被這樣子比的看法 大概是怎麼樣的感覺 我先講這隊局高校 我覺得這他們真的表演得很好 真的很可愛 然後因為他們不是有那個瑪莉歐 你如果打過太古達了 你就知道瑪莉歐超難 就瑪莉歐是一手超級難的 他沒有很在拍一點上 當然不只瑪莉 就我覺得他們整個表演都很完整 但是如果你回到 就我們自己學妹的話 我看到最多的好像就是 軍國主義的遺毒啊 傳統 不夠可愛啊 很嚴肅啊 笑得很尷尬啊 我應該跟大家解釋 在笑得很尷尬的原因是嗎 一隊平常練習是不能笑的 但是我們平常練習就是那個臉就是這樣 而且就是這個不能動 那個不能動到什麼程度 就是槍這樣拖著嘛 站在遠位夾小腿 然後你風這樣吹這樣吹 你頭髮就是跟小柏一樣 對 都不能動 不能摸 然後就這樣 他們也不能把它剝開 對對對 不行 不行 你們有練笑的環節嗎 有 就表演前嘛 對 就表演前會有那種就是 總彩排 你當界隊長 他就跟你說那 現在大家開始笑 哈哈哈哈哈哈 你那個臉就成這樣 然後才來 對 練笑 另外一個講法 為什麼表演的時候會笑那種講 因為你在表演的時候 你真的只會想說我會不會 吊槍 真的 你知道那個槍上去的軌跡 不是你可以完全控制 你能控制到的就是 他到你出手那個瞬間 是按 是你平常練出來的東西 上去之後呢 就是你要看那天的風 哈哈哈哈 那個風啊 雨啊 就是會這樣打 國慶日那天算風和之地 但他們如果是狂風暴雨 他們也是一樣這樣子 對 就是一樣 我以前才在颱風填錯過 上去你就會覺得 那個槍好像有一點偏離一點 平常該接槍的那個裡面 所以其實不是大家很嚴肅 是因為那個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因為你腦袋裡面還要算排點 大家如果有去看那個影片的話 他們有一段 陰墨槍法 對對對 那整段就是沒有人講任何一個話 但大家可以完全一樣 所以你表演的整個過程 你要一邊在心裡面擠拍點 擠拍之後你要走幾步 然後出腳立定轉身 然後接下來空兩拍之後 做槍法 槍法做完之後你要走 然後這情況下 你要護行的生命 那個槍打到是真的會流行 北藝的槍法就是力道定點 就是我們的槍法核心 所以就是 這就跟橘高校是不一樣的東西了 而且畢竟就是他們是樂器 然後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 對啊就不太一樣 就是大家就是不要罵學妹 他們真的是很可能 對 他們真的有點被罵得有點無骨感 剛剛還有講到一個很不一樣的是 你說他們是高一高二高三 一起出隊 好像是 但是北藝應該只有一屆 通常北藝會出隊 就只有高二的那一屆 因為高三就是大家都要準備 考試了 你知道在這種升學制度下 北藝你要是考出了爛成績 又會被罵 大家就會變成 變成罵的時候 你就是加越一起才考出了爛 不行 我們很努力 讓這種事情不會發 北藝也是會出國表演的 而且是幾乎每年都會有 你那一年是去奧地利 那你們去表演的時候 會變活潑嗎 一隊一定是就是那樣 還是那樣 可能會改一些走位 譬如說我們在國內的時候 我們最後那個隊型是排成北藝女 奧地利的時候是改成TFG 就是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那時候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有一場表演就我們印象很深刻 因為中國廣越節 其實分很多小場 小表演小表演小表演 然後跟它有一個晚上算是大表演 就是所有隊伍都會到 那天晚上 這個狂風暴雨這樣 我們去歐洲十幾天 就那一天在狂風暴雨 而且是真的超大的雨 那天是暴雨到其實主辦單位是要停辦 我們在那邊stand by 聽到的時候要停辦 我們就很難播 雖然我們不是只有表演這一場 可是因為這一場就真的很重要 就是能出隊其實大家我覺得 大家都很珍惜每一個出隊的機會 而且尤其就是我們要退休了 後來就大家就是堅持 越移騎三隊都很堅持 那時候教練啊教官什麼的 好像就說好吧 那我們就自己先走了一次圖 就是自己開了一場表演 很感動的是 大家聽完那個聲音 就超多觀眾來 我們表演結束的時候 通常都是敬禮 那時候超好 我現在起雞皮歌 我在聽雞皮歌 我真的好感動喔 就是那些外國人就是真的很真心的在為你還我 我真的這輩子第一次聽到這麼大的掌握的環呼聲 對然後原本我們那時候就已經心滿意過 結果雨變小 大會就說好那可能現在就可以讓我們上 但當我們就是走走走走 然後快到定位的時候 雨就開始 狂風暴雨又來了 對然後印象之後很深刻的是那一場表演 最高的槍法叫高櫃右左旋 它是跪地拋槍 拋槍上去之後你要站起來 然後是站著肩槍 所以那個槍法會最高 它會轉三轉 因為我的走位 就是面向大會的後面 它會有那個燈 然後就一整排在那邊 就為了照那個舞台 就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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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那根本看不到 對然後又下雨 然後你就會覺得天啊 你就 而且是晚上 然後我們槍都是黑的 你知道我那時候要出手的時候 我那時候心裡會想說 我真的接到我的槍嗎 但是你要不能不成功的時候算了 就是丟就對了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靠著你平常練出來的槍 因為我也不確定槍現在站在那 反正我就是覺得現在丟 我現在接就對了 就是那個感覺 對一個手感 那個真的是一兩年的訓練練出來 就真的是好現在應該要接一下 最後都是順利完成表演 對對對 那場表演其實蠻順利的 那場表演到之後就真的是 我們很浪費 因為我們頭上會有那根黃黃的 我們就叫它雜蝦 那個雜蝦整根是死掉 它原本是蓬鬆蓬鬆的 對對對 那個炸下去已經變成整根 就是還沒炸過 好啦 那這一次找來雅婷 分享我們的 北一一對學姐看待這次 國慶事件的看法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月移期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概念 那就這樣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讚留言分享 給你所有好奇北一的月移期到底在幹嘛 或是他在那邊罵的朋友 那就這樣啦 掰掰 掰掰 明明是有雨傘被你甩的這麼帥 可以啦 但重心還不錯 重心 被誇獎的雨傘 我每次那個雨傘好棒 我都幫她拿起來甩一下 來評斷自己的雨傘是不是 哈哈哈哈 這個可以 對 這是優優優優優 我也可以當一對 我只是沒有去而已啦 對 我通常都會被罵什麼 不整齊 什麼 你看人家哪個學校就都不會掉牆啊 然後別人都很整齊啊 一介不如一介 一介不如一介 就月移期其實有一個叫做 月移期觀摩賽 每年四月 那一場應該是我看過網路評論 然後我們被罵最慘的那一場 而且就是 這個由我來說好嗎 就是 就是因為那場掉下的人就是我 真的假的 你就哭了吧 其實這對 但大家背後不知道 是我手受傷 結果我就回旋的時候呢 就手就突然沒有力氣 就擋到我自己的手 所以槍就掉在這上 然後我就一路笑笑笑笑笑笑 然後笑到我過那條環境之後 我就直接躲在地上大哭 是真的大哭 好像好像還要看身高的 喔對對會看身高 因為對講那個刀 它有那個配刀的那個 他如果太矮的話會拖地 對 像我就不能當隊長 所以隊長通常都要160 160還太矮 160還太矮喔 對 100就太矮 賊耶 對 可是我有時候就會想說 就是那個朋友隊長矮了 我就會故意賭他 然後在他很嚴肅的時候賭他笑 他不會理你啦 可是他可能就是有時候會忍不住 會有一些小表情 就是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這樣我們就很開心 就會覺得今天剛才打招呼 他很肥衣的快樂